蝙蝶有些事情想要交代你 但你来到这充满危险的极北之地 真的只是为了帮我决心武魂吗 冰冰 四十万名大限将至 你敢算计划 只要再造你一个神奇 我们就能和他一起用手了 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 你不怕死吗 冰冰 释放你的精神本源吧 那就开始了 冰冰 我一定不会让你为今天的选择后悔 我成功了 不止如此 冰冰在与你融合的过程中 借助我的本人之力 突破了四十万年修为瓶颈 所以 你的魂关年限不是三十九万年 而是四十万年 天文哥 谢谢你 不用谢 冰地呢 我的 我融入你体内的时候消耗了大量魂力 现在比较虚弱 听着 雨昊 我现在是你灵魂的一部分 我的能力也为你所用 所以你必须记住我赋予你的四个魂技 四个魂技 两个是魂魂技能 分别是主攻击的冰地之敖 和主防御的冰皇附体 两个是魂鼓技能 分别是领域类魂技 涌动之欲 和最强攻击魂技 冰皇之木 每一个都是极致之冰属性 在冰属性魂技上 无人能与你争吼 无人能争 比天文哥的百万年魂技还强吗 他不过是修为高一些吧 颤抖能力根本不能跟我相比 一点面子好不好 你的灵魂武魂是精神系的 偏辅助和控制 而我的冰地仙武魂 是极致的强攻系武魂 不过他的精神力 确实很强就是 好了 我现在要睡了 我赋予你的四个魂技 你要好好感悦 冰地 天文哥 还有神秘的伊莱克斯 我的精神之海里 可以凑成一桌了 好了 宇浩 虽然你现在拥有了 强悍的第二武魂 冰地帝黄蝎 但你的第一武魂灵魂 还缺一个第二魂魂呢 周老师说过 没有第二魂魂 下学期就不用来了 我现在虽然有两个武魂 但每个武魂都只有一个魂魂呢 有魂兽来了 他的属性与你的灵魂很契合 是一头白虎 修忍高 各位同学 开学典礼将于明天上场八点举行 开学典礼 晚了来晚了 说还要提前报到的 还是卡在了最后一天 老爷好 回宇浩 我回 来了 什么 宇浩还没回来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 肯定是去猎杀魂兽了 可是他连攻击魂迹都没有 要是遇到危险 这孩子去猎取魂魂 既不找舞会院的老师帮忙 也没让魂岛渊出手 难道是唐门 我去找贝学长和贤艾老师 走 臭兵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一个人去猎杀魂兽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怎么还不回来 我 走 完蛋了完蛋了 迟到了 王冬 早上好啊 莫玉浩 你这回都还知道回来 王冬 你哭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 我还以为你被魂兽吃了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骗我们说有老师陪你去猎杀魂兽 又为什么要一个人去 这件事我正想跟你们解释 郭语浩 你还知道回来 老师 我错了 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我魂破碎 什么 周老师 您在课上讲过 五魂如果先天不足 先天魂力较低的情况下强行修炼 有很低概率会破碎 五魂一旦破碎 现在魂力辨尸 正则危及生命 羽浩 难道你也 嗯 萱萌哥 你给我设计的这些台词 是不是太离谱了 你 要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 否则 真相更离谱的可以吓死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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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说过 武魂破碎是无法修复的 封号斗罗都不行 我不想让您担心 就想找一个地方 自生自灭 胡闹 后来呢 后来我离开学院 浑浑噩噩一路往北走 到了一片非常冷的地方 我在那里冻僵了 在冰天雪地中睡了很久 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感觉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等我醒来的时候惊讶地发现 冰魔武魂恢复了正常 武魂破碎的迹象消失了 我从积雪之中爬出来 发现我的身体 多了一股力量 在我身边不远处 有一只通体银白 尾巴碧绿的大蝎子倒在那里 虽然早已死透 但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强大 我尝试驱动体内这股力量 冰壁心 我尝试驱动体内这股力量 结果 所以 这个冰壁心成了你的第二环环 千变环环 是第二五魂 双生五魂 还有这么巧合的好事 都让你小子碰到了 天门哥 冰帝的四十万年魂环 真的不会被看出来吗 看出来 你也太想瞧我们 冰残一族的看家本领了 这里是几百之地 哪来的白虎 那是冰残用精神力 模拟出的幻想 冰残 千年冰残 尊戈是同国 我模拟能力 这可是你们老祖宗 尊戈 他就是你的 灵猫第二魂环了 吸收他的魂环后 你巴结会获得 他的模拟魂剑 真的是冰壁心 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拥有了这股力量后 我就多出了一个武魂 只有一种可能 在你昏迷的时候 一只寿命即将走到尽头的冰壁蝎 主动将自己化作武魂 融入了你的体内 只是千年魂兽 有这样的能力吗 史莱克学院 关于冰壁蝎的资料很少 说不定这种稀有魂兽 具有化作武魂的能力 啊 这个人类真厉害 从几个半真半假的片段里 居然把真相推了个叽叽巴巴 老师 我现在该怎么做 既然你有这等际遇 那就好好修炼 冰壁蝎武魂 是冰属性中 最顶级的强弓系兽武魂 对你大有好处 不过目前 你还是以第一武魂 临谋为主 兵避兮武魂 先不要附加第二魂魂 是 老师 去吃饭吧 老师再见 不管 惩罚你请我们吃一周的五彩 对 一天都不能赏 好好好 平安地回来就好 吃饱了 贝贝 咱们走吧 小一号 你怎么算来了 小雅老师 贝师兄 小师弟 回来就好 快说 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小雅老师 我能吃完饭后再说吗 好了 小雅 小师弟肚子饿了 我们也要去上课了 咱们晚上再聊 我要这个 这个 还有那个 你点这么多能吃完吗 难得 班长请客 一定要吃够饭 吃得完就好 这顿吃得好满足 多谢班长 小雅 想不到你饭量这么精力 啊不 呀 这不是获宇浩吗 你怎么还在学院里 不知道缺席开学典礼 会被直接开除吗 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和我有关系 作为史莱克学院的一份子 我自然要捍卫学院的规则 你赶快滚出去 周老师不是一向标榜自己公正公平吗 你开学迟到 相信他一定会依规处理的吧 你算什么东西 如果不是依靠核心弟子的名头 你们俩早滚蛋了 找死 王冬成了三环魂砖 到上滑冰有一阵之力 小心 第一魂技 顶着阵 找死 自己送上门 可别怪你吓得太重 小小 没事吧 带华兵的力量 比起之前新生考核时增加了太多 这个霍宇昊不过是会耍点小葱 本身实力极是弱小的可怜 怎么能挡得住我的力量 不可能 没有用武魂 还怎么赤手空拳抵住的 班长的力气增大了好多 是因为双生武魂的觉醒吗 霍宇昊 升级考核马上开始 敢不敢约斗一场